大华传媒集团 商家欢迎的媒体 我们坚持客观公正报道新闻 全心全意服务华人为宗旨 电话6042671778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大家好 我是Fry刘金 今天我们先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直播间的两位小伙伴 都是我们自己的好朋友 欢迎时刻 Hello 时刻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接下来欢迎Hugo Hugo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朋友好 Hugo是怕大家记不住你名字 一定要把名字印在衣服上 凑巧 就是如此的高调 今天我们俩聊什么呢 就是大家看屏幕也看 就是网络乱象 网络暴力 然后这些 网络这个东西真的很奇妙 就是以前我们说 咱们中国人老话叫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是吧 我觉得可能就是古人 大胆的预测了有 internet这个东西 我觉得自从有了这个网络之后 你这个甭管是好事坏事 你搂也搂不住 你想低调也低调不了 你自己不说总会有人帮你说 你自己都不知道这事 什么时候传出去 但是好像整个全村的人都知道了 其实最近呢 为什么会聊这个话题呢 就最近看到一些事情 然后可以就值得大家发算一下 比如说大家有没有关注前两天有一个挺有挺有影响力吧 这么一个网络事件 就是说在抖音上有两个网红夫妇是在美国开大卡车的 你们知道那个事吗 看没看 但是我听过好像有这个类似这种夫妻俩在美国创业 就是简单来说是这样 就是特别有意思 就是他们两个的抖音我还真看过 然后就是说这两个人呢 是在美国挺不容易的 东北两口子 然后在美国开长途大卡车 就拉货 然后经常是这个车呢 一开开车又开24个小时 就真的挺累的 你想可能他们经常从什么洛杉矶一趟车跑到芝加哥 就是真的很辛苦 然后就是挣这个辛苦钱 其实我之前一直在关注他们 他们还把女儿接到了美国一起生活 就觉得就是虽然挣的不多 但是很开心这种小日子 直到他们发了一个视频 就是说这个社区里面 发那个给这些穷学生啊 或需要帮助需要救济的人 然后发物资 面包啊 然后鸡蛋啊 水果啊什么的 然后他们也去领 然后他们去领之后呢 然后他们就是以一种就是 包羊毛的一个心态 就是说我们这个社区发东西了 学校发东西了 他们领这么多 拿都拿不完啊 然后怎么样 就然后就开始被网友网报 网报的点呢 其实呢 就是这个事情其实是 就是西方媒体看到这个事情之后呢 就说他们两个的收入 其实每年都有十几万美金 这样 然后其实完全是不符合领救济 然后在西方媒体就加很多杜撰啊 什么的背着LV啊 什么去领救济 然后中国网友 就开始炸锅了 就说什么在外面丢人啦 然后怎么样谴责啦 就开始网络暴力 真的给这家人暴力的不行了 就是 我也想你去说一下 就是你们俩之前没有关注的西方 你们听我这样描述 你没有什么感觉 或者觉得如果 我先问我先问Hugo啊 就如果你是网友 你觉得你会对他们这种行为 已经谴责了吗 如果我是网友的话呢 我肯定会表达这个 他是不遵守社会规则 对吧 不遵守 尤其是这个救济来说的话 其实是在帮助这个有困难的人 而他们其实就卡车司机来说啊 说一实话 其实在这边的收入不算是低的了 那如果说你 如果看到像卡车司机这种职业 那他去领 那当然了 根据个人情况 如果说收入没有那么低 还去领这种救济 其实是非常不好的 对 那我肯定会说两句啊 明白明白 时刻呢 你怎么看 其实你说这种 所谓的领社会救济金的人 除了美国以外 加拿大也 中国华也有 而且很棒 以前 咱们就已经听说过类似 比如说开着保时捷 开着宝马 去那个领 那种救济金的游 对 然后也是好像是在咱们的华人社区里面 发生过类似这样的事情 可能中国人当年 我不能这么说 就能说中国人在某种程度来讲的话 的确就是 在这种 不能说咱们中国人是在占便宜 有这种心态 任何国家人都有 但是 我觉得总体来讲的话 只要咱们作为在海外生活的华人 可能多多少少的话 一定要把咱们中国好的传统要发扬到那 然后西方媒体呢 的确是对这种类似我们中国人做的某些事情之后呢 会更加放大这种宣传 咱们撇开政治方面去不说 就是我觉得的确是我们中国人应该在海外这边 某种程度来讲 应该为咱们中国人 更争点咱们这个中国人的面子 对 其实我想说什么呢 就这个东西呢 本来我想发一视频 后来我没发 我就觉得懒得蹭这热度 就是 其实在北美来说 就是 你领 咱不说别的 就是以温哥华来说 什么住着豪宅 报低收入 就这种事其实也很正常 这事情不是说正常 不是说应该的 但是这种情况我们是见到过的 对吧 但是呢 就是你 你去薅羊毛也好 或者怎么着 你去整 你去领 好吧 你去薅这羊毛 那你还把它拍成视频 我觉得这就不应该了 对吧 你就自己 偷而乐其实也无所问 但你如果不是因为你发视频 也不会给这些西方媒体 留下这种口舌和素材去弄你 对吧 何况其实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西方媒体 是YouTube上 最先发出来 是YouTube上一个 一个号 其实也没有太多粉丝 可能就是大几十万 但是的确是一个 时刻刚才提到的 就那种号 对吧 这专门跟中国过不去的那种号 那 就网友还开始很 很很很炸锅 然后很多网友就开始抨击 然后这两个两口 就是卡承斯基两口 其实我觉得当时 也没有想到这个事那么大 你知道吧 当时他们没有说上来就自我检讨 也没有说去回应这个西方媒体 他们一上来选择做的事是什么呢 就跟自己的就是谴责他们的同胞 开干 就说这些在美国的这些华人博主 这些大号啊什么的 这个就是诽谤他们啊 说我们要告你 我们保留 我们保留诉讼的权利 对吧 这个事情让网友就更生气了 就大家会觉得 就是我们说你两句 这不是应该的吗 你不你你 首先你自己做错事 你不道歉 你没有一个真诚的心 你没有一个好态度 你你不去跟西方媒体干 对吧 你上来你先先搞同胞 这时候同胞就更炸锅 就开始蜂拥而上 然后就给这个两口子是搞得不行了 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你们要有兴许会上去看一下 对反正就是挺弄弄了 最后两个也是录了两个道歉的视频 反正这个事才普遍平息 但是我先问时刻吧 时刻你有没有这网报过 或者是你有没有看到过 或者经历过一些什么网络这种乱线 或者网络暴力的事情 你算网报我吗 我不算网报你 我是被网报的一个 我没有过 但是说句实话 其实有问题 咱们一直在讲 咱们中国人在口外 就有类似发生过这种 住着豪车 开着豪车去 那种所谓的这个低收入福利 怎么占了一些便宜 但其实你看 所以实在好 咱们中国人都要传出犯法 你很少看那西方媒体 就包括咱们中国人犯了什么法的问题 反而你看像外国人 有的时候真的是说白了 我如果没有钱了 我就去抢 去偷 去做些很过激的事情 中国可能就的确是 可能胆子没有那么大 可能就做了一些小站便宜 可能也是 其实就是这个咱们的确有类似这样的这种 这种问题出现 但你要说这种网络暴力 我是觉得其实 其实这件事情我认为就是咱们中国也没办法 就是大网红也好 就是批击这件事情 我认为不是件错事 让更多人华人知道说 我们不应该去做这件事情 这也是一个正规的渠道去告诉大家 让大家知道说 以身事法告诉大家说这件事情是错的 因为我相信到目前为止 还是有很多人去做床的事情 只是没有被爆出来而已 然后这家人真的是也是倒是比较肥呀 就真的会愿意去把这件事情 去作为一个视频去录制出来 把这个现象也展示 活生生展示出来 我认为 是件事件事件 对于华人来讲是警惕的事情 对 Q哥你怎么看 你经历过网报吗 我个人其实没有经历过 网报 但是呢 经历过就说好吧 我会跟大家分享 这个没有什么 我会被网报 那你把网报别人吗 我也不属于这个公众人物 其实说实话 往往被网报的都是以公众人物为主 为什么 是因为公众人物往往更吸引这个媒体 以及网上网民的这个注意力 对吧 那随便一件事情放大了 那就会可能产生一些特别的后悟 因为我印象特别深 对于网络暴力 其实最早是来自于这个 来自于一个大部分节目的制作人 在网上暴力 主要是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情 是在这个我记得好像加拿大还是美国 我忘了反正在咱北美这边 就是有一个小女孩 她忘记什么了 好像是被人拍了什么照片 完了之后呢 同学之间通过这个手机啊 互相传完了之后呢 给她造谣 然后对她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心理创伤 这个网络暴力来说的话 其实也算是属于校园霸凌的一种 对吧 那这种就是 怎么说呢 随着这个科技进步 大家的智能手机啊 就使用网络越来越多 反而这种霸凌的形式 也开始多样化了 对吧 以前可能就是在学校里面啊 欺负欺负你啊 这边 北美的这个校园霸凌的文化 其实也是已经比较长 比较严重的一个事情 那其实现在慢慢的转成网络 就更隐蔽 更难让人去发现啊 等到发现的时候 可能就会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 其实说的特别对啊 但我我觉得说这个 这网络暴力啊 其实跟那些网络乱象 都是连接很紧密的啊 就是我觉得说是这样 就是我们以前上网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会觉得说自己 就是在网上做一些什么事情 会留下痕迹你知道吧 因为就以前会有很多 所谓的键盘侠呀 或者是说话不负责任的人 上来我就开始骂你 或者怎么样 但现在啊 其实在各个国家 或者是甚至是细化到很多的网站啊 社交媒体 他其实对你自己的信息的识别 或者是这种要求越来越高 所以现在其实在网上想找一个人 真的没有那么难了 对吧 而且你现在很多网站都需要实名制 你还要上传你的ID 对吧 其实这种东西都是变相 对这个网络的一个规范 但是这种事情以前哪有啊 对吧 以前我们说什么水决啊 或者什么 就是我就想到就是这个 以前咱们中国还有一个老话 就是说什么 这过我们可以淹死人吗 对吧 这什么意思 就是无非说的 其实就是现在这个 这种网络暴力的这个事情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东西还是挺挺值得人深思的 这个你你你应该在国内待的时间比较长 你觉得国内其实也经常会爆出这种新闻吗 对吧 对会有很多新闻 其实最早以前大家都是在很早以前就是网络爆了这个 都从什么论坛开始 然后某一个版主说了一些什么话之后 大家就开始实情开始去去在吐槽 但那个社区很小吧 不像现在基本上就像你刚才提到的 很多现在社交媒体越来越发达 包括你的实名制的这个认证 其实找到人并不满 对甚至刚才推过讲的 就是说这种校园霸凌的网络事件 一张照片引发的血案也很多 对吧 很多小姑娘 可能是跟自己男朋友发什么事情之后被拍下来了 然后发到网上去 然后最后导致小女孩最后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对吧 其实这种事情非常非常多 你俩打关注的点都是小姑娘 我们想关注观众 对我被网报的时候 你俩在哪 你说为什么都不替我出头 我被网报的时候 我被网报的时候 本来想找我们节目制作人 当然我怕那个太激烈了 引发平台把我帖子给删了 我就算了 不是因为是这样 我前一段时间 就看了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是国内的一个 就是因为你知道做这种做自媒体的 大家想想找流量 想想就是蹭流量 这很正常对吧 然后呢 这个这个国内的自媒体啊 是一个做出国留学的 就是简单来说 它是一个出国留学中介对吧 那它的工作是把国内的学生送出国 留学对吧 送到国外 然后他发这个视频说 说这个奉劝各位生活在国外 或者是即将要出国的朋友们 好吧 远离华人 然后你离华人离得越远 你受骗的几率就越小 只要你离开90%的华人 你在国外基本上可以安安稳稳的生活 然后不要相信华人的 什么汽车销售 保险销售 房屋中介都不要找华人 然后尤其远离华人的教会啊 反正就记着离华人越远越好 你就能踏踏实实的 这个就是远离华人等于远离骗子 就这样你知道吧 然后呢 我就看了这么一个视频 后来我看完这视频呢 然后后来我就我就自己录了一个 我就说我今天看了这么一个视频 跟大家形容一下 然后呢 我就反正就是抒发了一些自己内心的情绪 但大概表达的意思呢 就是我说你出来看看 对吧 我说我不知道 我说第一个呢 我说我不知道你出国 你被什么样的华人骗我 对吧 那我觉得可能你的圈子没有呆队 我说我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对吧 我另外一个哪都有骗子 大概率时间 好吧 不是说出来只有中国人骗子 老外都是好人 那如果这样的话 好吧 那中国这个人种 他就有问题了 然后我就发了这么一个视频 然后 然后开始被网报了 就是那个这个帖子是我到目前为止我发过所有视频里 回复点击的就是这个浏览量最高的 然后我开始被网报了 我被网报的大主要的有几个几个内容 第一个就是说我 就是一看就说朋友 你一看就刚出国 设施太浅 你多待几年就知道海外的华人都是骗子 然后第二个呢 还有人就说 说你看人家为你好 人家告诉你 警告你 你还不听 有你后悔的时候 你知道吧 就是 然后就是这种 所以我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 就是把我锻炼的 就是我开始 我还想回忆一下 你知道吧 就后来呢 我一概都不回 我一个都没回过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 粉丝流量够 我觉得是什么呢 就是群众啊 他永远站在群众的一边 就是比如说 OK 现在网上有一个叫时刻的人在骂我 那可能 HULO这个网友 他跟时刻也不认识 但是他突然发现 我作为一个博主 我开始骂 这名叫做时刻的网友 他也是个网友 要站起来替网友 他生命都没意思吗 所以我觉得 不能骂群众 你知道吧 但是这个 就是时刻 你说你 你觉得你看到这个 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感觉 当然我突然想一个问题 就刚刚你提到一嘴 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帖子的回复 成为这个 你整个这个网络中 最爆红的一个帖子 其实也是知道 当天那个明信说 不管好新闻坏新闻 只要有新闻 你就是有流量的嘛 那是 我不知道 我以为我没关注那两个 那个卡车 卡车 开卡 长途卡车 这个夫妇啊 我不知道因为这个帖子的事情 就发了这个视频之后 它是不是增粉了很多 然后呢 这个那个点播率是不是很高 对 这也是一种商业手段 当然我相信 人家也没有这个能力 包括你看着说 他那个回复这些帖子 这种手段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一个好的经纪人 或者好的人帮他去策划这件事情 对 但是我的确相信就是 你刚刚讲到的 就是在网络的东西 就是群众 原来说是一家人 对 这是肯定的 Q哥你觉得如果 要是你看到我发这种 就是不是我 比如说一个网上的一个博主 发这样的视频 你会你会来谴责 就是比如说我 你会来谴责我 我可能会跟制作人一样 就是在网上兑现网友 你别不要不要误导观众 没有几个人能像我们节目的制作人这样 就是我们还要告诉观众 不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 其实说句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 首先第一个你这黑红也是红 也是因为很多事情是有争议 才能引起大家的热论 引起大家的关注 对吧 你这个流量肯定就起来了 我觉得你可以回头多找点有争议的 这种话 我也这么讲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像你刚刚前面说了 这个被网爆了这件事 其实我觉得这个 明显呢 这些人就是出国比较短 或者是就没出国压根在国内听到了很多种种的这种传闻 因为在出国前 的确我也 那我小的时候也听到过有人说啊 这个出去啊 不要老跟中国人一起啊 或者怎么样的啊 但其实说实话 这些人 怎么说 是对自己华人的一个偏见 等出来时间久了之后 你也知道啊 哪个国家什么人种都有好人都有坏人啊 你这个有遇到非常热心的 比如说有年夏天 那不是有年冬天文化大学啊 车子被现在学里面了啊 周围邻居都会主动出来帮忙 有遇到过啊 那也有遇到过可能啊 路过哪个地方社区可能治安比较差的啊 就是可能只是哎 找个地方上个厕所 结果在加油站车就被砸了 玻璃偷了东西都有 对吧 这个有好人有坏人 也有这个西人的诈骗犯 那这个不要太多了呀 对不对啊 什么各种各个行业 其实有自己门道坑里的 这多了去 不止华人 这是啊 北美甚至是有些行业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对吧 你说国内开出租车绕路 这边开出租车也有绕路的呀 对吧 那司机就不是华人了啊 对吧 那这边探分也是印度人 咱也不是说这个因为司机绕路 就说这个印度人不行啊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合适的 那如果是我的话 我肯定会站在你的角度去说两句啊 那但是呢 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啊 他在网上只是宣泄自己的情绪 而看到认同的啊 他个人的想法是认同的 不代表事实是这样 他就会去啊 说上两句啊 支持一下啊 不管这个事真的是对是错 其实啊 你刚才说的那个就那特别对 就是就是他宣泄情绪 你知道吧 就是今天为什么 我说说想聊这个呢 就昨天呢 我自己关注的一个博主啊 然后在在国内 然后他说车的 然后呢 他就发了一个视频 就是说 其实像他们这种粉丝 就是上千万的这种大的博主啊 天天就是所谓的被网爆啊 已经不是事了 就是你要那么多人关注他 有骂他 有夸他 对吧 然后呢 他就收到一丝信 这丝信呢 什么都没说 就说了一句话 就说他 他说哎 你相不相信 你明天早上起来 你带着孩子出门 你孩子被车撞 然后他就觉得 就他看了这个时候就觉得 就是特别惊讶 就说怎么会有人 就是我跟你无冤无仇 你上来就诅咒我的孩子 或者干嘛 就是他觉得所有的 其他的视频 他都能忍 他觉得这个事 他真忍不了 然后他就决定 就做一件事 他说不能让这些人 就觉得好像你说一句话 你就能不负责任 然后他就在把这个截图 这个账号都截下来 然后就发到网上 就说他悬赏 一个W 然后跟那个 就是能能 谁能帮我把这个人找出来 然后就一天的时间 然后这个人就主动过来 跟他道歉 就是所以这个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 就是大家就觉得 现在其实找个人 没有那么难 就大家在网上 你做任何事情 说任何话 真的是要对得起自己 然后一定要 要对得起这个事情的本身 对吧 良心嘛 对吧 来师哥 给我们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期间节目差不多了 两位嘉宾 再做一个总结 就是遵循自己内心想要说的东西 然后要实时求 实时求是的去分析 而不是 就是只是为了宣洁自己的情绪 对 出口 OK 我这个最后这两句啊 就是远离网络暴力 文明的在网上 OK 浪 浪 我就浪了 我觉得是这样 大家呢 这个不开心 好吧 然后人与人的关系 其实还是要相处好 那今天呢 我们是希望这个微博之地 希望能提醒大家 对吧 对这个远离网络暴力 好吧 绿色上网了 好了 那今天也谢谢时刻 谢谢Hugo 也谢谢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制作人 我们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见了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